主人佑歌声祈求上天保佑时空平安 位于台东海端乡屋路部落的天龙吊桥 9月6号举办动工仪式 将耗费20个月的工期 重新修缮这座历史悠久的吊桥 它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建筑 它这个是早在民国十几年的时候就新建 目前不管是在桥塔还是在 它的抗风所还是一些族所之所 或是它的锚定座这边都已经老旧了 那这个都很多地方都必须要做一些更新的动作 相公所强调日记时代所新建的天龙吊桥 至今已有上百年的历史 南橫公路未开通之前 天龙吊桥也是误入通往 立道部落唯一的道路 但对当地居民而言 这座110公尺长的铁线吊桥 更具备观光以及紧急运送物资的功能 在立道桥这一段常常落实 吊桥就会变成我们主要的通道 也没有别的路好走 我们其实早就非常非常的期待 这一间工程已经等很久了 而且好几届立委都在已经都 已经什么都答应了 这一次真的动工了 实在是大家都非常的高兴 因为这个吊桥修好以后 带动观光不是只有住饭店人 过路的很多 居民表示天龙吊桥不只兼具运输功能 也象征着海端地区的文化历史 希望秀山之后能重现全新的风貌 也期待天龙吊桥能带动更多观光人潮 原始新闻文账桥台东海端采访报道